Hello 大家好 我是嘉楠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英國這裏教育制度是怎樣的呢? 在這裏究竟多少歲入學? 一班有多少人? 作為一個在英國的媽媽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體驗 OK 首先 三歲之前 如果父母都想上班 沒有工人姐姐 那小朋友怎麼辦? 這裡有三個選擇 1. Child Minder 2. Nursery 3. Nannies 首先 Child Minder 是一些私人 在政府那裏登記了的daycare 它可以由你上班到你下班 幫你照顧你的小朋友 大概220磅一個星期 50小時左右 而你也可以透過政府 拿些vulture 然後在你的入息稅 減少一些 另一個就是Nursery Nursery是有私人 由local authority 也有community 自己去搞的組織 它會接受由零至四五歲的小朋友 而他們的價錢就是240磅一個星期 貴少少 我們計算是50小時 而最後一個就是Nanny's Nanny's 就是一對一 它會去你家裡照顧你的小朋友 價錢相對是400至650磅一個星期 除了這些之外 小朋友還可以有什麼設施 有什麼玩呢 在三歲之前 其實在英國有些 叫做children's center 它會提供健康檢查 或者有些班教媽媽 怎樣餵小朋友 由喝奶變成要吃 固體食物的時候 怎麼辦呢 也會搞一些play group rime times 它會組織一些group 給小朋友和小朋友玩 媽媽也可以一邊看著他們玩 一邊聊天 很多local的library圖書館 都會搞一些唱歌仔 全部都是免費的 可能半個小時 那究竟怎樣決定 我上班還是在家裡照顧小朋友呢 OK 選一個比喻 如果其中一方 它有很穩定的收入 可以供養到一家大小的生活 另一方 我賺這麼多錢回來 但是又差不多 可能給了大半給他childcare 那豈不是很不便宜 但是如果你選擇不上班 那三年 你停止了你的career 你三年之後 會否能夠重新呢 其實有很多比較大的需求職業 好像Nurse Doctor 醫生護士 或者甚至乎老師 都會比較容易可以重新的 還有一個point就是 如果你沒有小朋友 我來了英國之後 什麼時候生小朋友呢 大多數公司 都會在你入職之後半年 去有小朋友的話 它就會批產給你了 所以要很小心 我之後可能會有一個video 講生寶寶的 去跟大家分享多一點 好了 三歲之後在哪裡讀書啊 其中一個選擇就是pre school 另一個選擇就是剛剛說的Nursery 是一些比較有正規的課程 正規課程不是說寫字那些 待會再說一下他們做些什麼 也有比較正式訓練的老師在裡面 而Nursery就相對剛才說過了 會有些可能小過你一點的小朋友跟你一起的 在pre school裡面呢 因為他們每一天呢 不是寫字 不是學計數 而是他們會學習 如何跟小朋友相處 老師會說說故事 唱歌仔 最重要呢 是讓他們適應 跟其他小朋友玩 在家段那裡 好天的時候 在家段那裡玩一下 如何自己去廁所 有些也會提供Lunch給你 有些也會叫你自己帶PackLunch 他們要學習 全班小朋友圍著在桌子一起吃東西 是怎樣的 看看學習一下 原來他有吃過的東西我沒吃過的 這些經驗都是很重要的 每一個小朋友三歲之後 基本上都有15小時免費的幼稚園 而另一些就是Working Family 所謂Working Family 就是父母都有上班 而你每個星期有做多個16小時的話 那你就可以拿一個Valcture 它就會給你30小時免費的幼稚園 但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英國這裡每年有三個學期 第一個是9月 然後1月 之後就是Easter之後的4月尾 而你的小朋友要捉了三歲之後 那個學期才可以進去Preschool 有15小時免費的 如果之前你也想他去 你也可以付錢那些學校的 好了到了4歲之後 你會進入一個年度 叫做Reception Reception是Part of the Primary School 在小學裡面 和其他小學朋友一樣 是朝早上9點前8點多去上學 回六個多小時 三點就放學了 而你的小朋友要在9月之前 捉了4歲才可以進去Reception 好像我自己的女兒 她是12月出生的 所以她相對在Preschool上了一年半的Preschool 之後她才進去Reception Reception其實就像學前準備班一樣 最主要讓他們適應小學裡面 做些什麼 學習的模式 他們會學最主要是Phonics Phonics就是英國人 他們怎樣學英文 而數學會學1至20的加減 怎樣砌 數字 怎樣順序排位 是不是很容易呢 然後還有形狀 還有PE lesson 跳舞 唱歌 這樣 Reception之後呢 就是Year 1至Year 6 都是六年的小學 而這六年裡面呢 你每一班只會是一個老師 搞了所有的科目 跟香港很不同 沒有中英數老師這樣分開的 一個老師就搞了你 每一天都對著他了 因為你全天都會在學校 所以你下午都會在學校那裡吃 叫做School Dinner 而Reception Year 1和Year 2 是有免費的School Dinner 之後呢 你就可以選擇 哦 如果你想吃School Dinner 可以給你大概一磅多一餐 又或者你可以自己帶吃飯 除了班主任之外呢 每一班還會有一個Teaching Assistant 去協助老師的 另外呢 很特別的是 他們有些Supporting Teacher 譬如專給一些新移民過來英國的小朋友 他們會每個星期見他一次 跟進一下他的語言方面 或者各方面 跟不跟得上其他小朋友 還有一些呢 叫Special Needs Teacher 他們會幫助一些有輕度特殊需要的小朋友 英國是很support他們的 大概每級裡面都可能有兩至三個 好了 接著講到功課了 英國這裡一個星期有 好 大概一樣功課 而一樣功課 還不用明天交的 這個功課可能是過幾天 或者過了個weekend之後才要交的 是不是很開心呢 是家長很開心 好了 講到考試了 這裡也沒有什麼叫正規考試 只有一些叫評估 不會告訴你 哪個考第一 哪個考最後 而去到小鹿的時候 聖中學怎麼派 對呀 不會根據這些成績 只是根據你的地區 你住的地址 究竟近不近你選擇那間中學呢 除非你去考一些叫做 grammar school 或者private school 私人學校 我們待會會講一下這些學校 小學裡面呢 根據不同的小學 有不同的班數 不同的size 有些小學通常是兩班至三班 一個年級 一班裡面呢 有二十至三十個小朋友左右 而他們呢 也會有uniform 有校服穿 去到中學了 中學呢 就是year seven 到year eleven 五年的免費教育 在中學裡面呢 就有不同科目的老師了 而每一級呢 大概會有六至八班 會有二十五個中學生左右 功課方面呢 一天可能有一份功課 也都不需要明天交的 在year seven至year nine呢 只會有評估 是不會有正式的考試的 去到year eleven呢 就會有一個叫做 GCSE 就好像我們以前的回考那樣 要合格 就可以拿A star A B C D和E就會是不合格的分數了 另外 在科外活動方面呢 也都有很受歡迎的足球啦 rugby啦 或者其他performing arts 等等 不過相對於運動來講 可能沒有美國的中學那麼多 在year eleven之後呢 就會入了一些語科 我們以前叫做語科 這裡叫做six form 或者college 一些出名一點的six form college 他們就會看你的GCSE成績 另一些是就这样报名考入 有些是很technical的东西 可能是整车、整水喉等不同的技能 而这两年里面部分学校是免费的 部分学校就会收取大概1000磅一年左右 两年之后就会考A level A level就是拿着你的成绩 拿着A level的成绩去考大学 在英国这里有很多很出名的大学 大部分的学士课程都是三至四年完成的 而学费方面 英国的大学一年收费大概是9000磅 给英国的公民 而国际学生是12000以上 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如果你想交9000磅的学费的话 你一定要在英国这里住了三年 然后申请大学的 而英国政府也有一些loan 可以借给学生去读书的 好了,讲完教育制度 不如讲一下这里的学习模式 这里是比较活动式教学 从经验中学习 Holiday也有很多 有聖诞节 Easter 还有暑假 除了这样之外 每个学期中间 你翻完六个星期 就有一个星期的Half Term 之后再翻六个星期 就是一个学期了 有一样东西我特别喜欢的 就是英国这里很鼓励人去阅读的 他们相信当你自己去看书的时候 就会学习到大部分的知识 所以从很小 从Reception开始 他们就很鼓励小朋友自己去阅读 另外就是课外活动 After School Clubs 这里分开有校内的课外活动 和校外一些私人 我的朋友和女儿 在学校那里学习小提琴 你简直不敢相信 30磅 学足一个学期 一个星期半个小时 厉不厉害 一对两个小朋友 一些私人的也不是贵的 我的女儿在外面学着巴雷舞 半个小时 都是四磅二十一堂 刚才说过一些 Grammar School和Private Schools Grammar School 就是一些stay funded的学校 都是公立的 不过因为他们比较出名 他们需要你考进去 我曾经听说过 如果你有一个很特别的talent 例如你懂弹琴 再加一个除了英文以外的语言 你就很容易考进去 Grammar School 而Private School的学费 就很贵了 一年最少都要一万二千磅的学费 而且他们的假期更多些 在Private School里面 相对会严格少少 多些功课和考试 但他们进入名校的机会 亦都大很多 我先生 他自己是一个平民中学 然后平民college那里毕业的 好幸运地 好聪明地考到入UCL 都是世界头十名的大学 他在里面的经验就告诉他 他有十个同学里面 有九个都是Grammar School 或者Private School出身的 不过不代表你读平民学校就不行 或者你的小朋友可以 最后我想分享一下 就是在英国这里 有很多家长因为双方都要上班 他们就会尽量配合一些小朋友 还有上学放学的时间 可能他会选择做part time 或者做三天 一个星期三天 有些人都会选择 其中一方是回到七点至三点 接着就可以接放学 另一个就是负责送上学 之后才上班 也有些是有公公婆婆 爺爺妈妈去帮忙 接送上班 好了 分享了这么多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里的教育模式 和教育制度呢? 我个人就挺喜欢的 可以轻轻松松地学习 但也同时培养小朋友的自学习惯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就记住like和subscribe 下次再见 OK 最后不是四岁 是三岁 还有经验中 不同科目的老师 啊 唉